这期影片我会手把手带你 逻辑创建出你自己的YouTube频道 在影片中我会讲解YouTube频道 YouTube账户还有谷歌账户的区别 并且分享给你一些实用的技巧 来帮助你快速获得影片流量 并且保护你的频道免受黑客的攻击 如果你刚接触YouTube 并且对于频道设置感到疑惑 那么这期影片就是为你准备的 Hi,我是Grayson 这频道只要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云 流量变现一种网络专业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需要记得对我频道 如果你是新手创造者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免费领取YouTube新手成功宝典 它会从不同方面去告诉你 逻辑正确进行频道 那现在我就来到YouTube首页上面了 然后需要选择右上角再登录 那这边就可以输入你的谷歌邮箱了 那如果说讲创建的YouTube频道 是必须要有一个谷歌的邮箱的 如果你还没有谷歌的邮箱 需要在这边选择建立账户 这边你可以选择个例用途 为我的子女建立账户 或者是用于工作或者管理业务 去建立个账户 那这边我就选择个人用途 需要输入你的姓氏和名字 接着选择下一步 这边输入你的出生年月月和你的性别 那这边你可以选择是否要使用你现有的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你没有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改为建立Gmail地址 这边会推荐给你几个Gmail地址 或者是你选择这个自行建立Gmail地址 那你是可以使用英文字母、数字、单型句号的 然后可以选这个下一步 接下来就要设计个密码 那为了让你的密码安全强度更高 你可以混用字母、数字和符号 这样的安全强度是最高的 接下来需要输入你的电话号码 然后Google将会透过简讯去验证这电话号码 那你的简讯里面会有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 你需要输入到这边 那这边有一个步骤就是 你可以选择是否要新增一个备用的电子邮件地址 这就是因为如果你这个账户出现了异常活动 或者是无法登录 Google就会透过这个你备用的邮件地址去来联系你 那这个步骤是可以略过的 那这边让你去阅读一下隐私群的条款 然后你需要去同意这个隐私群条款的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登录到我的账户里面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你可以选建立频道 这边可以设定一下你这频道的名称 然后底下是你的账号代码 账号代码它是一个能够让观众快速找到你频道的一个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在右边写是一个绿色打勾 那就代表这个账号代码我是能够使用的 这边还可以让你去上传你频道头像 那我这边就上传一个我频道头像了 在右下角就可以选择建立频道了 那现在我就创建好的频道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做一些频道里面的设计 可以选择右上角的头像 然后需要进入到YouTube的工作室里面 那这边它会欢迎你去使用到YouTube的工作室 那YouTube的工作室主要会提供很多数据的分析 最新的消息还有行家的秘诀 然后你可以选择继续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全新的频道 你可以看到这个频道它是完全空的 在你发布影片之后你就能看到各种数据了 那我们首先需要来到这个自定 那在这边呢需要加入个人的资料 首先呢就是加入你频道的横幅图片 那所谓的频道横幅图片呢就是这个 当观众点击进入到你频道之后呢 能够看到在最上方会有一个这样的横幅图片 你是需要去设计然后散损到你频道里面的 那它的尺寸至少是2048像素乘以1152像素 并且呢大小是在6MB内的 那这边呢我就添加了一个横幅图片了 这个蓝色的框里面的所有内容 是所有装置上面可以看到的区域 这个呢就是在电脑上面可以看到的所有的横幅区域 还有呢电视上面呢就可以看到这些所有的区域了 所以你需要保证你横幅图片上面重要的信息呢 都是放到这个蓝色的框里面的 然后呢就可以选完成了 那底下呢就是你频道的头像了 你是可以选在这边去变更的 那这边呢就是名称 你是可以去修改你频道的名称的 那你更改你频道的名称呢 只会适用YouTube 不会影响到你其他的Google服务 那14天里面呢你是能够去更改名称两次的 那你也可以更改你的账号代码 你可以输入字母和数字 14天里面呢你是可以改回原本的账号代码 并且每14天你是可以更改两次的 接下来呢就是输入你的频道说明了 这频道说明呢就像观众介绍上的频道 并且呢这个说明会出现到频道的简介专区里面 搜索结果里面还有其他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是我频道的首页 那这个呢就是我的频道的介绍说明 我可以点击这个显示更多 那这个呢就是我的频道的简介了 那这边有个新增语言选项 这个就是呢如果说你想让你频道面对更多其他语言国家的关照 你就可以把它翻译成不同国家的语言 做出几道更大范围的关照 那接下来这个呢就是你频道网址 在底下呢你可以新增外部的链接 那你可以看到在我频道简介里面呢是有加入很多外部链接的 那首先需要去输入链接的名称 比如说我加入我的Instagram 然后这边呢输入网址 那你可以新增很多的链接 比如说加入我的社群链接 然后呢底下就联络资讯 这边呢你可以输入一个你自己的邮箱 这个邮箱地址呢会显示在你频道的简介专区 然后观众呢也是能够去查看到你这个邮箱地址的 这边我要特别强调一下 你在这边输入了邮箱呢 尽量不要是你创建频道的邮箱 因为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这个邮箱地址的 会增加你频道背道的风险 也不要是呢你自己平时在使用的个人邮箱 最好是创建一个全新的邮箱 单独是针对你的YouTube事业 你的网络事业所创建的邮箱 然后底下呢就是影片的浮水印 那影片的浮水印呢会显示在你影片的右下角的 那这个就是呢在我影片的右下角出现了这个影片的浮水印 那它其实呢是一个订阅按钮作用的 那观众呢就可以快速地去点击订阅你频道了 现在呢我就上传了一个影片的浮水印了 然后你可以选择它显示的时间 你可以选择在影片结尾的时候才显示 然后你可以自定显示开始的时间 或者是整部影片都显示 那我个人习惯的是整部影片都显示这个影片的浮水印 那当我们输入所有的个人资料之后呢 一定要记得来到右上角选择发布 然后在这边呢你可以选择浏览频道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刚才我输入的所有资料都在这边了 这个是我频道的横幅 然后呢可以查看到频道的简介 我添加链接 那这个呢就是我的邮件地址 那观众和商家呢都是能够联系到我的 那我还需要再回到YouTube的工作室里面 在这个工作室里面呢是会有很多选项的 那内容选项呢就是你上传的影片 所有都会呈现在这边 包括影片、短片、直播的影片、播放清单、播客、宣传活动 这些都会写在这边 那在你上传影片之后呢 这边你就能够查看到数据分析了 你在这边能够查看到非常多影片还有频道的数据 社群选项呢就能够让你去看到观众给你影片的留言 还有盈利呢就是如果说你要去追踪 你达到盈利的历程是怎么样的 你积累到了多少小时的观众市场 你收获到多少订阅人数 那在这边呢YouTube都会帮助你监测 那自定选项里面还有一个首页分页 那这个呢你是暂时自定不了的 因为呢需要你去上传影片之后呢 你才能够安排你整体频道首页版面的设置了 所以呢刚开始建立的频道不需要管这个设置 然后呢需要来到底下这个设定 首先呢你需要选择频道 然后呢在这边选取你居住的国家或地区 接下来呢需要去增加频道的关键字 输入一些频道的关键字呢 是能够帮助YouTube快速了解到 那频道会讲到什么样的内容 适合去推荐你的影片给哪样的观众 那下来呢我输入关键字 但是还没有完成 你需要以半型逗号的方式去分开它 这样呢才算是你真正输入一个关键字了 然后呢来到进阶设定你需要选择的目标观众 这边呢主要是设定你的频道是否是儿童专属的 那如果说你是针对儿童的频道呢 你就需要去勾选这个是 那YouTube知道呢 你频道里面上传的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儿童专属内容 那如果说你的频道和儿童没有关系 你就可以选择否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这个 我想针对每部影片去做出个别设定 这样在你每部影片上传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去设定一下 这部影片是否是儿童专属的影片 接下来是功能使用资格 这个设定非常重要 那一开始创建好的频道呢 就自动开启了这个标准功能 那标准功能呢 是能够让你去在播放清单里面去新增协作者 在现有的播放清单中去新增影片 你可以建立播放清单 还有呢就是上传影片 那你需要呢去赶紧开启中介功能还有进阶功能 那开启中介功能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上传自定的说图 你可以开始YouTube直播 并且呢你可以上传长度超过15分钟的影片了 那开启这功能条件呢 就是你需要去验证你电话号码 那第三个进阶功能呢 它是能够让你去针对CounterID的声明提出声数 在你影片的说明来里面呢 你是可以添加平台外部链接的 你可以嵌入你直播影片 然后呢你每天可以进行更多次的直播 你可以每天建立更多的YouTube短片 然后呢你可以测试并且比较不同的说图 你每天可以上传更多的影片 并且呢你可以申请启用盈利的功能 那想要去开启进阶功能呢 只需要完成三个项目里面的一个项目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可以上传一个验证影片 你可以上传你的有效的身份证件 或者是当你频道有了一定的活动记录 那YouTube也是自动会帮你开启这个进阶的功能的 那预设上传设定里面呢 你是可以去加入你每部影片都会有的信息 那通常来说呢我会在影片的说明栏里面去加入预设上传的信息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每部影片的说明栏里面呢 都会有很多这些链接的信息 那这些都是呢我提前预设好的 就是呢我会放到这个说明栏里面 那浏览权限呢可以选择私人或不公开 因为这样呢你就有时间去让YouTube来帮助你去处理影片的画质了 不会说你一上传完成就会公开给所有观众观看 而且呢你是能够去检查你上传影片的时候所做的所有设定的 然后呢你可以添加标记 如果说你每部影片都会去添加一些通用的标记 那么就可以放到这边 然后在进阶设定里面呢 授权通常是标准的YouTube授权 那这边还有创用CC姓名标示 如果说你选择这个授权 那就是你能够允许其他人去正规使用的内容 那其他人使用的内容是不会收到版权警告的 那所以呢你需要去想清楚是否是允许其他人去用的内容的 然后旁边有个类别选项 那类别选项呢不是很重要 你就可以选择最适合你影片的类别就可以了 那语言和字幕认证呢 你就可以选择你影片里面是用什么样的语言 比如说中文繁体 你就可以选择中文繁体 那字幕认证呢通常就是选择无 如果说你的影片有涵盖这几个选项 那你就可以勾选这个选项 那你可以选择影片的标题 还有说明的语言 那通常呢你就可以选择符合的语言就可以了 然后留言区呢我建议大家是开启的 这样呢观众就可以为你影片留言 去增加影片的互动了 那管理呢通常我会选择严格 这样呢就可以更加严密的去拦截一些不当的留言了 然后呢我是推荐大家去勾选 显示有多少观众喜欢这部影片的 在全身选项里面呢就会显示 这个频道的所有者 我就是这个频道的所有者 那如果说你之后有团队了 你想让其他人来帮助你去管理频道 你可以选这个邀请 然后输入他的邮箱地址 这边呢可以选择他的权限就可以了 那在所有的设定完之后呢 选择储存就可以了 现在你已经有一个YouTube频道了 如果想知道 如果去开始获得流量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的网组 想到这部影片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来记得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追踪我IG 能够和能够的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